好 欢迎回来收看我们最后一时段的节目 我是朱田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前Copatino市长胡一兰女士 她现在也在竞选Santa Clara County的Supervisor 这样一个职务 那这个职务它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这个职务它 我们的County下面有包括15个城市 最大的是San Jose 然后Copatino这些都在底下 那么我们替整个15层次 负责法院 监狱 医院 福利 医疗 警卫 还有这个教育 甚至也是包括其他一些 就是说我们城市 地方城市没有做到的 那么我们全部集中在County的这个level来做 那涵盖面就很广很广 非常广 包括像低收入的住宅啊 或者福利啊 都有 那么在这一次的竞选当中 华裔的投票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一刚刚我在考虑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犹豫 因为华裔过去的选票的这个turn out 并不是很好 比平均数低 那所以我有点担心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旧金山市长的选举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旧金山市长 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第一次 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 那个华裔的市长 所以他们华裔的选票超过70% 将近80% 所以真正做到决定性 而且集中在同一个人上面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真正可以把这一个历史性的这个职位拿下来 那我希望呢 我这次很好给我们一个借鉴 所以希望我们在Sanaclar County的华人也能够以这种这种精神 不要放弃我们任何一张选票 因为这个选票并不是说你在参与政治 而是真正是说我们赋予我们的 行使我们的权力赋予我们的责任去给一个我们信任的人 帮我们去做我们族裔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的tracking record上面 因为我在华裔的族群中间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因为有任何有好这个能够替我们争取到的资金也好 福利也好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几乎都是全力以赴去 希望帮大家能够我们华裔能够争取到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deserve 我们真的deserve这些 就是需要有人代表去做 那以往我们因为缺少这个华裔代表的这种声音 给我们的这个社区造成过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们没有声音 所以因为在county 尤其是他的资金有限 他除了固定该支出之外 剩下的资源的话 在服务社区方面的话 哪个社群的声音大 哪个族群声音大 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大块 那我们不发声 我们当然当然失去 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如果我们这一次争取到这个席次的话 我们不用出三年五年 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 对我们华人有非常有利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利用这次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那么在大众传播当中 有这样一个原理叫做沉默的螺旋 如果人们认为他是在大多数派当中 他会很愿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播自己的概念 那如果他觉得自己在少数派当中 很多人往往不愿意说自己的概念 因为自己是极少数 而媒体呢 往往也会把他们的镜头 把他们的focus对准大多数派 而轻视了少数派 其实我觉得在选举当中也是这样一个原理 没错 其实咱们怀疑当中出现了像 胡适长这么杰出的女性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少数派当中能够站出来 喊出自己心声的一个这样的人物 主要是代表大家 真的是主要代表大家 我在最后要更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这次选举 我们不要拿它是做一个政治议题 其实这次是应该用一种民主意识来看待它 赢也赢在华人 输也输在华人 因为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不是每年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华人全部都积极来参与投票 投给就是集中我们的票源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拿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华人还是很疏忽 或者是没有去参与投票的话 我们输并不是胡适兰输 其实是整个华人都输 因为我们站下去 我们可能又要等好多年 甚至超过十年才会有再一个机会出来 确实是不太有很多人都愿意出来做 但是做服务者公职 但是它的重要性就是需要大家能够赋予我们这个责任 其实如果我们所有的华人都参与进来 那我相信我们会从少数派变成多数派 我们能够成功进入美国的主流 并且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没错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胡市长他的竞选团队 对于他这次竞选的希望与鼓励 我是Cupitino市民 我在Cupitino住了近20年 在过去回南市长 在我们Cupitino市担任市议员市长的8年内 我看到他非常认真的为我们Cupitino市做事 比方说我最感到兴趣的就是 他有办法把我们Apple留在我们Cupitino市的 把HP的那块地呢 在一个在很大的努力之下呢 转给了Apple 让Apple能够继续留在这个Silicon Valley的Center Cupitino 所以我认为胡一兰胡市长 不但是在华人中是最优秀的一位 可以代表我们华人进入Santa Clara县 担任县议员 为更广大的华人社团社群来服务 所以呢 我有这个机会 很荣幸的能够来担任他的候选助选员 有太多的改变 改变了 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 您现在在采访我 就是采访一个Santa Clara县议员的候选人的这个采访呢 以后您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胡一兰 到时候是县议员呢 直接可以进他的办公室采访 我不知道您过去有没有曾经有经验 到Santa Clara县去采访一位县议员的经验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记者朋友们都没有这个机会 跟县议员们有保持联系 经由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的报道 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更服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激 我认为胡市长您一定可以当选 加油 加油 那非常感谢胡市长今天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做客 也希望您能够在这次的竞选当中最终获胜 谢谢 谢谢 我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能够忽略更多的朋友出来参与投票 那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也请您锁定接下来红星卫视的其他节目 咱们下周再见 咱们下周再见